在一个充满魔法和异能力的小岛上 有一座神秘的学员 他汇聚着各类天才和异能者 新生天物灵斗的入学第一天就变得颇为传奇 他迷路在学校里 意外捡到了一块沾满女性香气的手帕 他试图将其归还给原主 然而 他的善举却导致了一连串的尴尬事态 在他试图归还手帕的过程中 灵斗偶然目睹了公主尤利斯正在更衣的场景 为了解释自己的无心之过 他慌忙解释并试图平息公主的愤怒 这位男主角并非像其他故事中那样拥有离奇脑回路的角色 而是他展现出一种真实和平凡的个性 尽管他试图狡辩 但他的真诚和善意却在公主心中留下了印象 而尤利斯的态度也在接下来的决斗中有了微妙的变化 尤利斯 学院中战力排名第五的华燕魔女 向灵斗发起了一场决斗 规则是破坏对方胸前的笑灰 尽管起初公主展现了强大的攻击力 但灵斗出乎众人意料的巧妙躲避并还以颇具技巧的剑术 这场决斗吸引了学院里的众多学生成为焦点 然而意外发生了 一发案件射来 准确地瞄准了尤利斯 灵斗迅速扑倒他 将他从箭矢射中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在混乱的局面中 学生会会长克劳蒂亚出面宣判了决斗无效 这使得尤利斯的愤怒稍显平息 随后 克劳蒂亚向灵斗和尤利斯解释了学院的规则和一些神秘的背景 这位充满腹黑气质的学生会会长 以他独特的方式将局势引向正轨 他也展现了对灵斗的关心 公主多少沾点不服气 可人家是学生会会长也没办法 况且他声称灵斗还不算这里的学生 因为转学的手续还没办理好 不愧是被称为男主的男人 连腹黑会长都亲自出面帮他解围 灵斗还以为他是高年级的学姐 但没想到跟自己是同级生 话说 你这恶诺多姿的身材 我也不相信你是个一年级 克劳蒂亚还告诉男主 他是个腹黑 他说着就调戏着男主 露出腹部给他瞧了瞧 把灵斗斗得老脸一红 玩笑过后 克劳蒂亚便开始讲正事 在这座被称为六芒星的水上都市 每年都会以六个实力强劲的学校 举办一次名为新武技的竞技赛 而他们学校近年的成绩都不太理想 所以希望作为特招生的灵斗 能赢下今年的新武技 可他却对此表示不感兴趣 来这里只是想打听关于姐姐的事情 克劳蒂亚查看学生资料后告诉他 天武瑶五年前确实有就读过本校 但他在半年前出于私人原因突然退学 眼下 仅有他借用过这把名为黑炉魔剑的记录 他是这所学校里的正校之宝 传言其威力之强 并且他足以使大地化为熔炉而令人畏惧 由于黑炉魔剑拥有自我意识 因此至今几乎没人能够驾驭 灵斗作为特招生有使用他的优先权 男主也正想借此机会 尝试下姐姐用过的武器 克劳蒂亚表示会为他办理手续 在此之前先要他使用这种普通武器 说到这里灵斗突然想起并问会长 刚才他所说最后的入学手续是指什么 而他又开始了莫名其妙的行为 灵斗一脸的迷茫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转学手续 然而并不是 克劳蒂亚只是纯粹的想和他亲近而已 其实灵斗的转学手续早就办好了 克劳蒂亚刚才是故意对两人撒谎 毕竟他是个妥妥的腹黑 而这里的老师也很体贴 明知道两人早上发生过那种事 还特意安排他们坐在一起 放学后 灵斗和室友走在路上 这小子 就是早上丢给他武器的热心观众 男主心想我真想谢谢你 突然 两人听到一阵喧闹声 原来是这个大块头在找公主的麻烦 此人是学员排名第九位 明明已经多次决斗输给了公主 可他却还死皮赖脸的不甘心 虽说死缠烂打是撩妹的一种技巧 但很遗憾 你不是男主 此时 灵斗站出来帮公主解围 大块头看到他的室友是新闻部的社员 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于是乖乖带着两个小弟离开了 随后在聊天中得知 公主执意要参加新武器的理由是为了钱 因为他所在的国家很贫穷 然而新武器是以双人组对赛的形式 但公主目前还是个独行侠 无疑灵斗将成为公主的搭档 只是还缺少一个促成两人的契机 早上 灵斗走进教室 很自然地跟尤利斯打招呼 而他的随口回复却让同学们大吃一惊 高冷的公主大人竟然回复了别人的问候 这边 灵斗刚坐下 他也大吃了一惊 因为眼前这个叫沙叶的小呆毛 是他六年未见的青梅竹马 灵斗调坦他多年未见 样子依旧没啥变化 沙叶反驳说道才不是呢 明明自己的个子长高了不少 但某些地方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让他本人也感到有些自卑 由于沙叶昨天旷课没来学校 原因是没有赖床 结果 上课时他遭到了老师一顿爱的敲打 见两人关系甚是亲密 尤利斯有点吃醋了 放学后 他精心打扮了一下 因为前面灵斗的出手相救 尤利斯为了还人情 答应今天要带他去参观学校 他理直气壮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这明显是要去约会的节奏 沙叶在听说了原委之后 立马站出来阻止 他表示这种小事就不劳烦你公主大人 交给我这个青梅竹马吧 尤利斯不肯退让 反驳说道 你也才刚入学没多久 你没有我更熟悉这所学校 就在两人互相争执时 会长克劳迪亚突然出现 并且他表示既然这样 那你们都没有我更适合 我可是从初中一年级就待在这所学校了 会长其实是来送文件要他签字的 他前面答应过要带领斗去挑选武器 相关的适应性检查将在明天进行 临走时 克劳迪亚特意放下话 今天就让给你俩完的尽兴 不过明天我可要霸占领斗一整天 因此两人不谋而合 将会长视为共同的敌人 最后他俩还达成一致 决定一同带领斗去参观学校 但事实上小呆毛是个妥妥的路痴 结果返程了 尤利斯带他熟悉学校 在领斗去为两人买饮料后 得知公主前面和他进行决斗后 他竟然平安无事 这让沙叶感到很诧异 并且他表示虽然知道你很强 但顶多也就跟我不相上下 这样的话他是不可能打得过领导 尤利斯一听此话顿感不服气 当即便想和他切磋一下 可就在这时 突然射来几发案件 尤利斯一掩认出 这跟内侍偷袭自己的是同一个人 而且这次还多了一个同伴 看来公主对这帮人是有着某种意义 此时沙叶出手相助 而他的皇室武装简直离谱 居然是一台榴弹炮 他直接一发暴击弹 就将两名歹徒轻松解决 明明只是罗利的外表 却拿着与身体不相符的武器 见他这么猛 尤利斯也收回了刚才的话 看到眼前一片狼藉 买饮料回来的领导一脸迷茫 紧接着又是大饱眼福 女孩第一次尝试洗澡不关玉门 出来时就看到个猥琐男 不对 原来是男主溜进了他的房间 女孩不仅不介意 还主动想要和他增进一下感情 这天会长带领导来申请皇室武装 撞见了同时来申请的大块头 他也看中了这把黑炉魔剑 所谓皇室武装 是指学生们所使用的一种战斗武器 只要与其进行适应性测试同步率达到80%以上 就可向校方借出使用 这个大块头进行了多次测试 结果都遭到了黑炉魔剑的排斥 他的同步率最多只有32% 还由于他的死缠烂打惹怒了黑炉魔剑 这导致同步率直接降为危险的负数值 因为皇室武装通常都拥有自我意识 会自行选择配得上自己的主人 旁观的灵斗也与其产生了共鸣 然后便改为黑炉魔剑对他进行测试 面对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 灵斗被耍得团团转 于是他索性背对着黑炉魔剑 在将要被偷袭的一瞬间转身抓住剑柄 紧接着强行将他插入地面 黑炉魔剑就这样被灵斗完全驯服 同步率达到了惊人的97% 见识到灵斗的能力后 克劳蒂亚想拜托他一件事 于是灵斗晚上来到了他的房间 刚巧撞见会长洗碗澡出来 一身香艳地穿着让灵斗大饱眼福 随后克劳蒂亚告诉他 最近接连有报名参加黄星舞技的学生被袭击 经过他调查 大块头和他的小弟有着重大嫌疑 而他们下一次的袭击对象极有可能是公主 所以他想拜托灵斗能陪在身边保护他 因为尤利斯性格固执 不亲近别人 但貌似只对他没有防备的样子 其实会长这个腹黑是存有私心 这样做事不想失去作为战力的尤利斯 周末放假后 二人按照约定 尤利斯为了还人情 给领斗带路参观了这座水上都市 并且女主向他介绍了即将举办新舞技的各个赛场 这次终于没人打扰他俩 算是正儿八经的单独约了个会 一直玩耍到傍晚回去时 两人在路上遭到了一群小混混的袭击 但这些杂鱼三两下就被尤利斯全部打倒 在一番友好的审问后得知 这些小混混是拿钱替人办事 而指示者正是身后的黑衣人 见对方要逃走 尤利斯立即追了上去 因为前面他被黑衣人偷袭过两次 追到树林时他们遭到了埋伏 黑衣人突然改变目标 将箭矢射向了领斗 破坏了他手里的皇室武装 但这把并不是黑炉魔剑 此时传来的警笛声让黑衣人立马撤离了现场 因为是自己的鲁莽而让领斗遭遇危险 尤利斯感到些许过意不去 于是他也要领斗晚上来到自己的房间 并且一进来就要他脱下衣服 这难道是要以身相许吗 公主不想再欠他人情 亲自帮领斗缝补了破掉的衣服 随后在交谈中得知 尤利斯来此参加星星5G是为了钱 从而他为了帮助身在平民街的孤儿院里的朋友们 他虽然贵为一国公主 但事实上国家早已沦为财阀的傀儡 他们根本不会在乎这种毫无利益收入的孤儿院 所以尤利斯只能依靠自己 听完他的经历 让领斗有所触动 这天下午放学 尤利斯被一封奇怪的信约到了一栋废弃的大楼 虽然明知道是个陷阱 但他依旧担刀附会 并且他识破了最近袭击自己 以及其他报名参赛同学的犯人 是眼前这个阴森脸的蘑菇头 因为昨天大块头在公共场所挑衅着两人麻烦时 蘑菇头为阻止他而说漏了嘴 即便如此 蘑菇头依然很淡定 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替罪羔羊 将大块头也骗到了这里 虽然他性格暴躁 经常找尤利斯的麻烦 但为人还算正直 得知事情原委后的大块头愤怒不已 他拿出大斧头冲向前 然而这些并不是人类 而是蘑菇头用能力所操控的机器人傀儡 结果大块头反被他们偷袭击倒 勉强站起来的他却还嘴硬 扬言这种烂铁不管来多少都不足为惧 于是蘑菇头便如他所愿 大块头见状瞬间没了自信 然后他就被蘑菇头操控的傀儡压成了一座山 虽然尤利斯的能力比大块头强 但终究是寡不敌重 而且 狡猾的蘑菇头为了对付他的火焰能力 他特意提高了装甲傀儡的耐热性 面对敌人枪林弹雨的攻击 尤利斯的大腿不慎被子弹擦伤 紧接着他又被抓住手臂 狠狠地砸在了墙上 通过一番战斗让尤利斯发现 蘑菇头的幕后只使是阿勒坎特研究院 毕竟能大量制造出如此攻击强劲的机器人 只有他们学院有这种技术 蘑菇头本来还想怜香惜玉 但见事情暴露后 更加不打算放过尤利斯 他当即命令装甲傀儡就要打掉他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灵斗手持黑炉魔剑直奔而来 同时他斩杀三个装甲傀儡 救下尤利斯 然后他带着受伤的他撤退到了上层 但蘑菇头很快也追了过来 面对蘑菇头的傀儡军团 灵斗清楚凭他目前的状态无法应对 只好解除束缚着自己力量的封印 在体内封印被解除的那一刻 法阵显现雷电缠绕 一股惊人的力量散发而出 不等蘑菇头反应过来 一瞬间就将他身后的傀儡军团全部击倒 尤利斯不想成为包袱 要他放自己下来 但灵斗貌似是不打算放下 在压倒性的实力面前 蘑菇头重整旗鼓的傀儡军团 再次被灵斗三下五除二全部击溃 见此彻底慌了神的他只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一只大猩猩形状的装甲傀儡 对此灵斗也使出了剑警 见自己的杀手锏也被轻易击败 蘑菇头狼狈地想逃离现场 灵斗打算追上去 但好像有点来不及了 于是这里就轮到尤利斯出场了 发动能力给他施加了一堆烈焰雨衣 男主很快便追上逃到空中的蘑菇头 再斩断装甲傀儡 使得蘑菇头掉落下去后 两人正惬意地观赏眼前绝美的景色时 灵斗的身体突然产生了反应 紧接着法阵中钻出的锁链将他死死困住 使得灵斗痛苦不堪 灵斗的力量被强行封印而昏了过去 他醒来后已经躺在尤利斯的膝枕上 而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是因为小时候姐姐使用封镜术 封印了他原本的力量 虽然不知道姐姐这样做的用意 但灵斗现在可以自行解除封印 不过也只能维持五分钟左右 再将自身的情况告诉了尤利斯后 灵斗又语重心肠对他说道 我想成为你的力量 因为在来这里之前 姐姐说了一番话让灵斗终于理解当年姐姐的教导 这使迷茫的他找到了眼下因作之事 尤利斯总是在为保护别人而竭尽全力 那么谁又来保护孤军奋战的他呢 因此灵斗决定要成为他的力量来保护他 想作为搭档一同参加新武技 从而帮助尤利斯实现愿望 一番暖心的话语使他羞红了脸 总而言之 傲娇公主这下算是彻底被攻略了 此时掉落到地面的蘑菇头正在一边反抗 一边拼命逃窜 因为在身后追赶他的是会长克劳蒂亚 别看克劳蒂亚恐怖如斯的样子 可他的实力也就在学员中排名第二 而排名第一的学员站立天花板 竟然是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小萝莉 接下来 男主将被迫和他进行一场决斗 女孩背着一把剑在走廊上狂奔 突然前面冒出了一个男主 眼看就要撞上去 反应过来的两人迅速闪现躲开 但却是往同一个方向移动 结果还是互相撞倒在了地上 女孩摸了摸撞痛了的额头 灵斗询问他有没有受伤时 不知为何就小脸一红 而女孩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灵斗伸手扶他的同时表达了歉意 女孩也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是自己跑得太急忙了 这时灵斗发现并告诉他 头发上沾有东西 女孩的名字叫刀藤麒麟 别看他一副呆蒙迟钝的样子 可他却是学员站立榜排名第一 见他被男人叫走后 灵斗才想起自己也赶时间 他要赶来和尤利斯进行模拟练习 因为两人现在已经正式组队 将参加一个月后的新武技 虽然尤利斯有很多华丽且威力强大的技能 但他却偏向于不善进战的纯法师 一旦被对手近身 他就有些难以应对 因此这段时间他一次都还没赢过灵斗 尤利斯感到有些沮丧 而灵斗也有弱点 使出权力的时间有限制 他超过五分钟就会给身体造成极大负担 甚至力量还会被强制封印 但好在目前没人知道他这个弱点 尤利斯叮嘱他不要随便和别人决斗暴露实力 由于最近公主一直霸占着灵斗 这让青梅竹马的沙叶很不高兴 他大大咧咧地前来兴师问罪 质疑两人独处时做了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至于大块头为什么会跟沙叶一起 因为这小呆毛式的路痴 雷士达顺路就把他捡了过来 随后会长也带来了两位客人 他们是阿勒坦特研究学员的人 也是前面袭击尤利斯的幕后指使 但本校却没有揭发这件事 而是以此为筹码向他们索取技术 用来合作开发新型的皇室武装 克劳蒂亚这个腹黑 明明是他一手操办的事情却还装傻 对于能打败自己所制造的傀儡的领斗 这个小妹表示对她很感兴趣 凑过来仔细打量了领斗一番 旁边的两人感觉她似乎要做些什么 立马亮出武器 发表独立宣言 果然接下来小妹的行为 让两人顿时火冒三丈 公主和沙叶被弃得不行 有种要兵戎相见的冲动 这个叫卡米拉的黑夫妹 当看到沙叶手里的武器时 她出于职业本能走向前 指出了她的缺点 她评价这是属于十年前的不完整技术 这放到现在不实用且根本不值一提 沙叶父亲原本是阿勒坦特学院的教授 由于她经常制造一些邪门歪道的武器 而被当成另类逐出了他们学院 不满自己的父亲被侮辱的沙叶 便要求对方收回刚才的话 但卡米拉执意不肯 一定要我收回的话 那就动用武力吧 用你的老旧武器来打败我们的现代武器 在听说他们也参加了接下来的新武技后 一向没有干劲的沙叶为了父亲也决定参赛 于是她拉着灵斗想和她组队 但尤利斯自然是不答应 男人一巴掌直接打在女孩的脸上 见她还敢顶嘴 男人挥动手臂 就想再赏女孩一巴掌 但被灵斗及时站出来阻止 原来她刚才和室友路过时 撞见了这一幕 灵斗指责男人的行为过于粗暴 男人却反驳她别多管闲事 这是我作为叔叔的教导方式 原来麒麟是男人的侄女 可即便如此 这种做法也未免过分了吧 男人刚开始对灵斗这个无名小福不屑答应 当她查资料 看到男主是黑炉魔剑的使用者后 便立马产生了兴趣 还要灵斗和麒麟进行一场决斗 只要她赢了 男人便保证不再对侄女动用暴力 麒麟因为不敢违抗叔叔的命令 只好乖乖听话向灵斗发出决斗申请 为了不让她再遭到叔叔的暴力对待 灵斗毅然决然地接受决斗 并且直接上大号解除了封印 麒麟拔出佩剑 率先朝她发起攻击 尤利斯过来时 看到眼前的一幕后都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她早上才叮嘱过麟斗不要随便暴露实力 交锋中面对黑炉魔剑的攻击 麒麟并没有用剑抵挡 而是全部躲开 因为她知道普通的剑与之相碰 会被直接斩断 可即便如此 麟斗依然被她压制 毕竟麒麟被称为疾风韧雷 单停速度就占据了上风 当得知决斗已经快过五分钟后 尤利斯顿时替她心生担忧 而麟斗也清楚自己快没时间了 于是转手为攻 急切地想决出胜负 此时麟斗还准备继续打下去 但系统却提示胜负已定 胜者为刀腾麒麟 原来刚才的那一击 已经斩断她胸口上的徽章 她见麒麟战胜了黑炉魔剑 感到有些许满足感的男人 便没在追究她刚才顶嘴之事 虽然知道麟斗快要到达极限 但尤利斯更好奇她 至于这么强的一个人 她为什么会对别人言听计从 因为麒麟想救出被抓的父亲 而她叔叔 作为本校运营主体企业财团的社员 能为她提供一条捷径 但相对的麒麟要帮叔叔爬到更高的地位 尤利斯原本对麟斗不听自己的叮嘱 擅自进行决斗而感到生气 可当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之后 尤利斯又对她的做法表示很支持 不过还是觉得输掉决斗令人有些遗憾 但人家毕竟是学员 排名第一也没办法 而且才13岁就如此之强 不得不让人称赞 当听到她的年龄时 麟斗难以置信 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一些画面 话说这确实有点离谱 但更离谱的是麒麟的实力 明明不是皇室武装的使用者 仅凭一把普通的日本刀 她却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内超过克劳迪亚 并且她还占据了学员排名榜第一的位置 因此尤利斯认为 应该重新考虑下之后的战术策略 不过眼下该做的是找会长重新领取一个会章 而接下来 男主可以说是真的大饱眼福了 女孩正在泳池沐浴阳光 不知情的男主闯进来看到后 下时间仿佛是被勾走了魂 因为她的杀伤力实在太强了 由于昨天的决斗弄坏了领斗的校徽 她来找学生会长重新领取一枚 而她正在享受泳池沐浴阳光 一身清凉的战斗服 让领斗顿时脸红心跳 克劳迪亚随手递给了她一枚校徽 领斗好奇会长是从哪拿出来的 随后两人聊起和刀疼的那场决斗 会长告知她 叔叔在学校拥有相当高的权力 她是本校运营主体统合企业财团里的社员 但她还不是干部级别的大任务 因此想利用侄女来为自己晋升职位 但像她这种自我欲望过剩的人 恐怕无法得逞 因为想要在财团里得到地位 需要经过多阶段的精神调整 甚至她还要彻底病除个人私欲 克劳迪亚的妈妈就是这样 所以她对此很清楚 虽然刀疼是被迫进行战斗 但克劳迪亚猜测她似乎也有目的 之后领斗返回宿舍时 就看到刀疼正在找自己 对于昨天领斗的出手相助 刀疼是特意来表达谢意的 领斗要她别放在心上 毕竟自己最后也没帮上什么 见刀疼一副谦虚有理的呆萌样子 领斗走过去 奖励了她一个温柔的摸头纱 随后还贴心地送她回去 途中为了缓解尴尬气氛 两人聊到了各自所使用的剑术流派 身为剑痴的刀疼 提起这种话题就无比兴奋 因为她是个无能力者 除了从小苦练的剑术以外 没别的才能 然后领斗还得知 刀疼之所以会听从叔叔的命令进行战斗 是因为她想救她的父亲 而叔叔能提供一条捷径 让她实现这个目的 因此 即使知道她是被叔叔当成道具利用 刀疼也没有怨言 她认为这只是平等交易吧 她接着又听说 刀疼在学员一直都是独自练习 而感到不安后 领斗便邀请她加入和尤利斯一起训练 但刀疼有些为难 为了不暴露实力 她被叔叔叮嘱过 不能和学员排名前12的人接触 于是领斗表示既然这样 那就来参加我的晨练吧 刀疼一听 立马脸颊泛起了羞红 这是要和学长二人单独相处吗 嗯 难道有问题吗 在把刀疼送回到女生宿舍后 沙叶突然从树上跳了下来 原来小呆毛是在找领斗 只是没想到她又跟别的女孩单独优惠 所以她很不高兴 沙叶要她再考虑下前面组队的事情 对此 领斗表示抱歉 毕竟她事先答应过了尤利斯 虽然有些失落 但沙叶也没再抢求 接着她转移话题 质问刚才的女孩是谁 当得知刀疼是初一的学妹后 沙叶顿时遭到一万点的暴击伤害 因为明明比她年纪小 其他方面却还比她大 领斗安慰小呆毛别灰心 该有的总会有 第二天她和刀疼开始了晨练 而阿勒坦特学员的人正暗中观察他们 并且又在预谋着什么计划 领斗带着学妹正在晨练 突然察觉一股杀气袭来 从气息上来判断 应该不是人类 果然出现在两人面前 是一群小恐龙模样的怪物 小恐龙呲牙咧嘴直冲向领斗 一刀下去 领斗感到匪夷所思 被斩断的肢体化作一团液体后 居然又重新复原到了本体上 面对小恐龙来是凶猛的攻击 领斗使出了祖传的剑技 领斗的攻击依旧没有奏效 两只小恐龙再次化为液体并合二为一 难道他们是不死之身吗 此时刀腾好像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使出了一套刨钉解牛刀塔 果然小恐龙体内有个类似核心一样的东西 这次被斩杀后便彻底消失在了原地 能有制造出这种生命体的技术 这毫无疑问又是阿勒坦特学员在背后搞鬼 不等领斗多想 刚才逃走的数只小恐龙来了一个回马枪 他们集体朝两人发起火球攻击 领斗在闪躲时不慎掉进了被炸开的坑 虽然刀腾及时伸手拉住了他 但由于力道太少 加上地面的崩塌 这也导致两人一同掉进了坑洞 洞底是一片水潭 不会游泳的刀腾只好抱着他浮在水面 领斗随口感叹了一句 刀腾一听 顿时面红耳赤 反应过来的领斗赶忙解释自己说的是地洞 而不是他的身体 突然水面掀起一阵惊涛骇浪 化解了两人的尴尬气氛 随着传来震耳欲龙的吼叫声 一只数十米高的巨龙赫然出现在眼前 对此领斗不再犹豫 直接解除封印 巨龙一头猛扑向两人 领斗展开护盾 挡下了他的攻击 威力之大把墙壁都震出了一个窟窿 但领斗却丝毫未上 趁着巨龙暂时撤退的空隙 领斗拿出黑炉魔剑在身后的石柱上开出一个口子 这样做他是为了让不善水性的刀腾站在上面 没有了负担之后领斗一刀斩断巨龙的脑袋 果然他跟上面的小恐龙一样 拥有极高的自我恢复能力 既然知道他有弱点 那便不足为惧 领斗将全部的星辰之力注入黑炉魔剑 使他变为一把五十米长的大砍刀 紧接着他一跃而起 弓向巨龙 被斩碎核心的巨龙瞬间化为泡影 而领斗此时五分钟的期限已过 法阵中出现的锁链 强行将他的力量封印 随后两人坐在石柱上等待救援 防止感冒便脱下了湿透的衣服 闲等中 他不得不听从叔叔的命令进行战斗 最后 灵斗以自身的精力鼓舞了胆小的刀疼 这使他鼓起勇气第一次敢于反抗叔叔 虽然他又遭到一记山耳光 但这次他的眼神坚定 不再软弱 此刻的刀疼已然从叔叔的束缚中解脱 接下来他要凭自己的能力去救父亲 凭自己的意识去战斗 首先 他便要和男主来一场无悔的决斗 这是男主和学妹的第二次决斗 这次没有强迫与被迫 两人可以来一场畅快淋漓的较量 开局刀疼率先挥动手里的剑弓向灵斗 他的剑术利落 如疾风咒语一般 打得灵斗有些难以招架 刀疼的这套剑术名为连鹤 家族的流派里一共有49种剑术 而他将其组合形成了全新的连击的招式 便是现在所使用的连鹤 灵斗能全部躲开让他很吃惊 刀疼号称疾风认雷 为了能跟上他的速度 灵斗并没有使用黑炉魔剑 因为魔剑威力虽大 但不好控制 此刻场外的公主心里忐忑不安 担心他再次输给对方 单凭剑术 灵斗的确比不过刀疼 但他不止指挥剑术 在一阵烟雾的掩护下 灵斗切换武器改为使用枪术 他事先向这两位借过别的武器 虽然刀疼对此有些惊讶 但依旧一副从容淡定的样子 直到灵斗将手中的枪扔向他 然后又切换武器 改为短刀术 这操作让刀疼有些防不胜防 在将他手里的短刀挑飞后 刀疼跃到空中想一击取胜 可哪只手里没有武器的灵斗 竟又使出了搏击术 刀疼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而他胸前的徽章也已破碎 系统则当即宣布圣者为天物灵斗 输了的刀疼没有觉得不甘心 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心情 而灵斗就此一战成名 从榜单外的无名小卒 直接登上了学员第一的宝座 公主和小呆毛对他的表现连连称赞 当然也包括这个腹黑学生会长 由于已经摆脱了叔叔的束缚 刀疼主动来请求参与跟几人一起训练 因为前几天灵斗也邀请过他 尤利斯听说后有点小小的介意 毕竟也不希望被人打扰他和灵斗独处 况且已经有了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呆毛 不过话虽如此 但尤利斯还是同意了他的加入 随后刀疼在换衣服时 小呆毛突然闯了进来 刀疼还以为他是要恶作剧 但他却说想和目前也没有搭档的刀疼组队 由于两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父亲而战斗 因此最后刀疼接受了他的邀请 但在隔天的训练中却发现 临时组队的他俩完全没有默契 一个是射手 一个是战士 有种各打各的感觉 结果面对简单的模拟测试都没通过 于是在听完领斗的建议之后 沙叶认为他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行 刀疼很好奇具体要做些什么 然而小呆毛也不知道 原来他俩都没有和别人加深了解过的经验 正好他也想买件礼物送给快过生日的父亲 结果他总觉得正常的礼物都不会喜欢 因为他的父亲压根就不是正常人 而是一位疯狂科学家 此时沙叶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于是拜托刀疼喂鹿吃的他带路 两人来到了某个偏僻的郊区 接着走过一个满是地痞流氓的巷子 到达了一家气氛阴森的店铺 原来这里是出售违禁武器的专卖店 一番挑选 小呆毛看中了这样一款型号的武器 老板也商业性地夸他很有眼光 至于为什么选他来作为礼物 因为这款的型号 跟父亲所研究的方向很接近 刀疼帮小呆毛完成了想做的事情 而他也不是礼貌地问对方有什么需要自己帮忙的 刀疼害羞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然后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了一家公共泳池 原来他是想拜托小呆毛来教自己游泳 因为前面在坑洞里遇到危险时 由于自己是个汗鸭子 他给领斗添了麻烦 这件事令刀疼很在意 因此他想要努力学会游泳 小呆毛打算去买点喝的东西 于是就要他先自己练习一回 然后便发生了接下来的一幕 不会游泳的女孩在泳池里练习游泳 突然他发现前方有个女生正享受的阳光阴 还没学会刹车的他直接撞了上去 结果就引发了一场水上事故 被撞的女生非常愤怒 刀疼向对方连连道歉 可双马尾却表示不接受 对打扰自己休息的他感到无比愤怒 还想用决斗来给他点颜色看看 直到他看见刀疼胸前的校徽 曾是星岛学员排名第一的人物后 双马尾顿时害怕并谎称肚子疼收回了刚才的话 但还是觉得他这样乱撞人不太好 刀疼解释到自己还不会游泳 听到这里 双马尾忍不住一顿嘲讽 见到刀疼软弱好欺负的样子 双马尾又变得加厉了 既然不会游泳 那就躲在角落里玩水吧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话音刚落 他就被飞来的一块浮游板击倒在水里 小呆毛赶来为刀疼出了一口气 双马尾爬上来后骂骂咧咧的质问 得知两人是搭档的关系 而杀业居然连个排名都没有 双马尾又变得加厉了 他当即表示要用决斗来将他痛点一对 他得意的介绍自己是奎威尔女子学员排名三数 号称绷带魔女的存在 小呆毛在果断接受决斗的同事还讽刺他要打就打 哪来那么多的开场白 听说有决斗 旁人立马围观来看热闹 结果还没等双马尾喊出技能的名称 这场决斗就在小呆毛的一发加农炮下结束了 果然女生越萌 打架越狠 而刀腾总是一副自卑的样子 是因为受到了他叔叔的影响 杀业鼓舞他应当做出改变 昂首挺胸 对自己要有自豪感 毕竟也有很多的优点 经过这件事 让两人更加亲密 契合度也更高了 不再像昨天那样毫无配合感 那么到这里 作为战力的四人 他们的组队也就正式达成 这也正在会长预想的计划之中 接下来凤凰新舞技终于即将开赛 而令他们学员感到棘手 除了阿勒坦特学员的机器人傀儡 还有眼前这个号称吸血暴击的人物 男主火力全开 惊艳场下众人 一击双杀 轻松拿下比赛胜利 期待已久的凤凰新舞技终于来临 这是由六所学员联合举办的一种竞技活动 开幕式上 领斗突然产生一股违和感 被他用猥琐的眼神瞄了一下 此人是举办运营委员会长 他跟男主的姐姐有着很大的关联 只是领斗现在还不知道 开幕式结束后会赛前休息一段时间 小单毛和刀腾拿来亲手做的便当 为领斗和尤利斯补充体力 吃完便当 很快就轮到他们的第一轮比赛 目前进行的是预选赛 将从256组中选出前32组晋级 规则是破坏对手二人的校徽 或者是失去意识无法继续战斗 结尾比赛结束 由于前阵子领斗一战成名 直登学员第一的宝座 因此他现在的人气很高 但还是比不过尤利斯 毕竟他是一国的公主 还被称为华燕魔女 作为对手的这两位排名 分别为30和41 为了保存实力 这种程度的对手就交给了领斗一个人 开局他便上演了一波华丽的解锋秀 当然这不是在炫截 而是和尤利斯事先拟定的策略 与其让别人在背后猜测 还不如堂堂正正表演给他们看 目的是隐藏领斗的弱点 领斗一击双杀 不到两分半就结束了比赛 场下的观众 为他掀起一片沸腾的欢呼声 但今天的主角并非他俩 而是接下来这场令众人瞩目的比赛 原本新武技是由学生之间进行较量 可此人却特意更改了今年的规则 允许自律型女形体机械带人参赛 看来他跟阿勒坦特学员 私下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男性的女形体叫阿尔蒂 女性的女形体叫利姆西 为了向观众展示主人的威仪 阿尔蒂扬言要让对方一分钟不还手 感到被侮辱的灰毛无比愤怒 你太过分了 如你所见 这二位都很有个性 阿尔蒂的设定就跟傻大哥一样 而利姆西则是冷漠加毒蛇 为了不给主人抹黑 他便也承诺让对方一分钟不还手 灰毛表示那就别怪我打哭你们 比赛一开始 他便直接发动拿手技能暴风螺旋 单论攻击和破坏力 灰毛在他们学员也算得上是顶尖人物 然而自信不到两秒半就怀疑人生了 灰毛根本攻不破傻大哥周围的防御 见此他重整旗鼓试图呼唤队友过来帮忙 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队友射出的子弹竟被利姆西全部抵消 阿尔蒂有情提醒愣住的他还有30秒 灰毛顿时非常慌张 紧接着使出了绝招暴风咬面 他操控一股巨大的龙卷风攻向傻大哥 结果依旧无法攻破他的防御 此刻 灰毛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 本场比赛在他的一锤之下结束 场外的观众都已是目瞪口呆 而沙耶若想挽回他父亲的尊严 接下来就必须打败这两个女形体机械 李完赛 阿尔蒂好奇地问主人 明明两者在性能上都差不多 可他为什么无法反抗 丽姆西小妹简单地告诉他 因为女人是自然界最高的产物 而男人则是在其之下制造的产物 于是傻大哥信以为真了 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这样 女孩只相信以权服人 对于这些故意找茬的地痞小流氓 能动手就绝不会讲道理 可即便是如此粗暴的他 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 没错 他的弱点就是自己的妹妹 两姐妹的性格也截然不同 至于为什么要向男主他俩道歉 因为刚才双方产生了一点冲突 一磊那是雷沃夫黑学员饲养的一只怪物 被人称为吸血暴击 这个矮胖子把他放出来就是为了对付男主 从刚才的试探中 尤利斯也察觉出对方盯上了他 不过现在他也没时间探究此事 他们要赶来看沙耶和刀腾的比赛 由于两人的身形差距有点大 被解说员闹出了一段小插曲 他错把沙耶看成是初中生的刀腾 哈哈哈哈 玩笑过后便是正式比赛 敌方这两位的小眼神 看起来还蛮有自信的样子 当然我方的两个女生也完全不认为自己会输 开局双方都采取一对一的形式 刀腾的对手是赤手空拳 因为此人专注练习东方武术 刀腾在攻防一瞬间中取胜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喝彩 而小呆毛不愧是近战射手 竟然拿起手里的加农炮和对手硬钢 他打得小平头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比赛在小呆毛一发加农炮下结束 裁判当即宣布胜者为星岛学员的这两位 赛后刀腾很好奇他的枪为何如此的硬 因为是将一部分的能量转化为了屏障 所以才能跟近战的武器硬钢 小呆毛看着眼前的刀腾 突然想到了竞诛者是这个典故 但好巧不巧 灵斗他俩这时赶了过来 沙耶毫不忌讳的给他开了门 然后就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接下来是灵斗和尤利斯的第二轮比赛 前面是靠灵斗一打二 那么这次便轮到尤利斯了 对手是来自奎威尔女子学员的两名偶像 他们只是随便打了个招呼 场下的观众就一阵疯狂呐喊 战斗一开始 两个女生合力朝尤利斯发起攻击 在将他们击退后 尤利斯便使出了拿手的魔法攻击 数颗火球骑攻向单马尾 躲避中不慎崴脚摔倒在地 然后他的笑灰就被火球直接轰碎 双马尾刚露出一副自信的表情 下一秒他就迷茫地发现自己踩进了尤利斯的陷阱里 最后尤利斯轻松取得比赛胜利 毕竟这种明显的龙套角色 打他们连热身都算不上 然而大块头这边就倒霉了 才预选赛第二轮估计就要退场 因为他的对手正是这个吸血暴击 女孩拉开衣服露出自己的脖子 身后的女孩则刺开尖牙 闭口咬下去 没错 他这是在吸血 以此来为手里的武器补充魔力 而这两人是亲姐妹 开局 他和搭档在场上不断奔跑 并不是因为地板烫脚 而是他知道对方手里的武器霸溃血连可以控制重力 但他要消耗剧烈的能量 还会对使用者产生副作用 因此 大块头便采取不断移动的策略 他在躲开重力效果的同时 还能跟他打消耗战 并且他要搭档趁机去攻击旁边没有战斗力的希拉 不过伊蕾奈怎会让他们的尖忌得逞 挥动手里的霸溃血连砸向地面 身处紫色重力圈的一瞬间 小胖硬身趴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剑撞 大块头也不顾作战策略 直攻向他 结果被伊蕾奈一脚踹飞数米远 然后在他重力效果的加持下 地上的小胖硬扛不住直接失去了意识 而大块头却很耐揍 勉强站起来的他还嘴硬 说着便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大块头这全力的一击 赢得了对方的认可 伊蕾奈表示既然这样 那我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的 然后便发生开头吸血骨膜的一幕 希拉虽然没有战斗力 但却是稀有的再生能力者 不仅他受到的伤可以自我恢复 连体内的血液都能迅速再生 这对伊蕾奈来说是绝佳的移动血池 因为他的镰刀是以血液为代价 发动能力 五丸膜的霸溃血连散发出惊人的震慑力 紧接着伊蕾奈操控三颗重力球直攻而去 站立不稳的大块头勉强躲过一颗后 他又被另外两颗击中 并摧毁了手里的黄氏武装 在重力的压迫下 他倔强的跪倒在地 虽然大块头很不甘心 但他也清楚双方实力的察觉 而领斗在看完整场比赛后 心里不由的忐忑 由于最近尤利斯等人一直都霸占他 被冷落的克劳蒂亚感到很寂寞 于是他就想趁这个机会 跟领斗培养下感情 但好巧不巧 这时突然打来一个变化 高藤告知小呆毛走散迷路了 见克劳蒂亚顿时一副失落的样子 领斗只好答应下次一定补偿他 腹黑的克劳蒂亚这才肯放领斗离开 还表示很期待他的补偿 男主匆忙跑出来后 结果没找到小呆毛 反而他遇到了被一群小混混追赶的希拉 见他们来势汹汹 领斗自然是不会见死不救 于是他带他逃到楼顶躲过了一劫 希拉对此向领斗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随后伊蕾奈在感来时 误以为领斗想对自己的妹妹动手 他手握霸溃血帘就要跟他决斗 但被希拉给压制住 他向姐姐说明了事情的原文 领斗也告知自己来此是为了找她 而小呆毛现在已经被刀筒找到 两姐妹也因此欠下了她一个人情 于是姐妹二人为了还人情 便邀请领斗独自去他们家里共进晚餐 尤利斯得之后立马不淡定的 他嘴上虽说担心对方会陷害领斗 但实则是怕那两姐妹接近男主 最后尤利斯就硬跟着她前来赴约 前面说道 领斗受两姐妹的邀请被招待到他们家里做客 对于不请自来的尤利斯 妹妹希拉倒表示很欢迎 可姐姐伊蕾奈却有点不乐意 因此两人刚见面就针锋相对 虽然伊蕾奈表面看似粗暴蛮横 但却是个很重情义的人 白天 领斗在小混混手里救下自己的妹妹 为了还她这份恩情 伊蕾奈便透露了一些情报 她坦白道自己是受人之命来击回她 几年前为了妹妹 伊蕾奈向这个矮胖子借了一笔巨款 之后为还清债务 她便甘愿成了矮胖子的工具人 雷沃夫黑学员的学生会长 此人针对的骑士并不是领斗 而是她手里的黑卢魔剑 因为矮胖子曾经见识过某人使用魔剑的厉害 此话让领斗猛然想起了前面克劳迪亚提到过 关于姐姐天舞瑶的事情 只是目前还有很多谜团 这些除了让领斗了解两姐妹的经历以外 还得知她们正处于险境中 领走时希拉倒数两人 伊蕾奈仿佛是快要被罢溃血连支配 因为她每次使用它时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性格变得尤为残暴 而且这种倾向最近越来越大 虽然尤利斯提醒她别抱有无谓的情感 毕竟明天的比赛对手正是姐妹二人 但领斗还是对此事很在意 于是她便想到了找克劳迪亚打听 关于皇室武装罢溃血连的特质 走进房间男主发现她正趴在桌子上睡觉 突然下一秒克劳迪亚的同色一变 接着就发生了会长失控 攻击男主的一幕 对于领斗心中的疑惑 克劳迪亚表示在相告之前 希望她能答应自己的一个请求 作为队友一同参加明年的施救星舞季 在听到领斗答应后 克劳迪亚便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每当睡觉时她都会体验一次死亡的滋味 原因是她手里的皇武潘多拉 虽然她有预知短暂未来 这种作弊级别的能力 但使用她要以体验自己的死亡为代价 因此至今几乎没人能承受得住 但克劳迪亚却意外地跟潘多拉很适应 而她已经体验过自己1200次的不同死法 即便如此 克劳迪亚也有着要继续使用潘多拉的理由 皇室武装就像人类一样 拥有独特的个性 并且她还会对使用者进行干涉 比如将使用者的意识和性格 甚至连肉体都改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而伊蕾奈就是目前最好的例子 听完克劳迪亚的一番详解 领斗认为这对自己很有帮助 由于明天还有比赛 她便打算离开 对于明天和两姐妹的比赛 领斗也有了明确的想法 不仅要赢还要救人 她解救姐妹二人于危难之中 预选赛第四场最后一轮如期进行 将由领斗和尤利斯对战吸血暴击 双方都有不能输的理由 领斗一上来就开启自己的权力状态 解除封印 召唤黑卢魔剑 见此伊蕾奈也将全力以赴 战斗一开始 尤利斯率先发动技能赤热灼掌花 操控烈焰火球攻向对方 这对伊蕾奈来说只是小把戏 不再躲避直接正面硬钢将其全部化解 领斗紧接着近身挥动魔剑砍向她 但没想到被霸溃血连给抵挡住 原本据说黑卢魔剑可以斩断一切 看来在同等级的黄武下就另当别论了 意识到近身战对自己不利 伊蕾奈便与领斗拉开了距离 可还没等站稳脚跟 就遭到尤利斯的攻击 领斗和尤利斯的默契配合 打得她猝不及防 当然伊蕾奈也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这把霸溃血连便是她和妹妹两人共同的力量 领斗迅速做出反应 躲开了血连的重力效果 在尤利斯的技能掩护之下 她试图再次晋升伊蕾奈 她却被对方的重力防御挡在外面 伊蕾奈便趁着空荡吸取妹妹的血液 以此来为霸溃血连补充能量 但这次好像吸得有点多 希拉虚弱的跪坐在了地上 领斗认为 她这种获取力量的方式是错误的 可此刻的伊蕾奈 显然已经听不进领斗的说教 双方一言不合开始了第二回合的对战 本以为自己的笑辉不保 因为破坏掉对手的笑辉就能赢得比赛 但没想到领斗的目标竟是霸溃血连 她事先跟尤利斯商讨过 不仅要赢还要救助将会失去理智的伊蕾奈 虽然刚才的机会很可惜 但眼下也快没时间了 她俩只能速战速决 先拿下比赛 被激怒的伊蕾奈发动了技能万众欢 操控数颗重力球齐攻向两人 领斗摒弃宁神使出她的剑法奥利 重力球被领斗悉数斩碎 紧接着她近身攻向伊蕾奈 并且她将她逼至尤利斯设置的陷阱场地中 展开了巨大的赤红法阵 这是尤利斯压箱底的终极绝招 希拉担心姐姐的状况 急忙跑了过去 根据定律 伊蕾奈果然毫发无损 她用重力球护住自己 挡下了所有伤害 但此刻的她已然不正常 因为皇室武装会侵蚀使用者的理智 失控的伊蕾奈毫不顾忌地吸取着妹妹的血液 领斗想要去阻止 可身处强大的重力磁场下 她连行走都尤为艰难 切莫将力量和重要之物相提并论 如果你珍惜她 就用自己的双手去保护 领斗的一番话唤醒了伊蕾奈 可下一秒她便彻底失控暴走 释放能量所产生的剧烈冲击波 让场外的观众纷纷胆战心惊 虽然场上设置了保护屏障 忽然领斗与手里的魔剑产生了共鸣 紧接着一段记忆涌现在她的脑海里 此刻她仿佛明白了黑卢魔剑的想法 那么接下来便是整季动乱最为精彩的一段 比赛在霸溃血连被摧毁的一瞬间结束 裁判则当即向众人宣布 圣者为天物灵斗和尤利斯二人 尤利斯兴奋地跑到她的身边 虽然最终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但由于超出了五分钟的限制时间 灵斗的弱点当场一览无余地暴露了出来 而这一幕也被各个学员看在眼里 雷沃夫黑学员学生会长 圣加莱多瓦斯学员学生会长 介龙第七学员学生会长 以及阿勒坦特学员的两位 而他们不愧是头脑派 很快推测出 灵斗权力的时间也就五分钟左右 最后伊蕾麦姐妹二人也都平安无事 而灵斗由于这次过于勉强而产生的副作用 这导致接下来她几天都没法正常行动 她认为总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有必要和自身的封印彻底做得了断 那么第一季所讲的内容 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 结尾透露出 这个男人对天物瑶貌似有着某种强烈的执念 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期再见